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关于耶稣基督被审判的经过 那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来思想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如何来面对政治 面对政治 台湾近几十年来是一个选举的社会 选举成为台湾政治活动当中最主要的一环 而每一次的选举 台湾的民众就要再一次面对族群的问题 面对政治理念的问题 面对国家前途和认同的问题 我想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对于这个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除了台湾以外 全世界许多地方也有选举 而选举一定带来吵吵闹闹 这个举世皆然 可能有的人觉得说 哇 台湾那个草成这样 我跟各位讲 这个非常正常 大家也不用太惊讶 英国上议院开会的地方 它有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要进到议场 你的手杖 因为你知道这些议员 有的是需要靠手杖才能走路的 对吗 手杖 外套跟帽子要挂在外面 你进到议场 不能有外套 不能有手杖 不能有帽子 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 不是因为议场里面暖气特别暖和 你不需要用到这些 而是过去打太多了 从手杖打到外套 打到用帽子打人 打到后来终于规定 这些东西不能带进来 所以所有的政治 民主 特别是 都是慢慢来的 如果不好好弄 那就会有法国大革命这种状况 就是干脆把一些人推翻掉 因此民主 政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最近如果你也有注意到 美国总统的选举 候选人的两位辩论 对吗 你有没有注意 那叫两个巨鹰在讨论事情 你要知道美国 到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对吗 我一个对世界局势比较了解的朋友 告诉我 美国一个人可以单挑三个国家 随便你们选 大家都不要打 就是美国一国单挑三个国家 就是你们三个合起来 我跟你们一个 那现在全世界最强的 其实 俄乌战争以前是俄罗斯第二 中国可能第三 然后美国说再让你一个 三个合起来打 别人都不要出手 我一打三 美国可能还会赢 所以美国是这么强大的国家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你有没有看他们的辩论 是两个巨鹰在讨论国家的前途 而且不是两个巨鹰 它是两党 甚至全国都卷在里面 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我6月1号到14号 我们在美国 美国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说 这一次如果川普再选输 他已经扬言要发动内战 就是美国内部要打起来了 就是说 不是你这个不是很好笑吗 怎么会政治变成这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 2024年 全世界最动荡的因素 并不是因为战争 虽然一直有战争 而是各国的选举 大家这个时候 不太会发生战争的 因为要等2024全部选完了 让他再沉淀一下 才决定谁要跟谁结盟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也就是取决于各国的选举 其实选举是民主社会 很正常的活动 投票是民主国家 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投票 你知道瑞士小国寡民 对吗 他们人不是很多 他们叫做全民政治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参与 参与政治 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公投 我因为很多年都去瑞士 那我去瑞士呢 比较少住旅馆 都住在人家的家里面 有一天我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 我就跟他一起回去的时候 他就开信箱 拿他的信件 那信件掉出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里面有几张有颜色的单子 那我就说 然后我就 那我当然不能管人家收到什么 说不定是账单 对不对 说不定是股票的收益 对不对 说不定是银行的什么 我们搞不清楚 他收了什么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的信箱里面 常常有颜色的单子 我说干什么 他说公投 公投 他们什么是都公投 他就说 什么颜色的就代表我们 我用台湾比较了解的 那个行政区域划分 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什么什么呢 是零 我们台湾不是有几零 几里吗 对不对 什么里 然后台北市来说好了 什么区 然后 什么里 对不对 然后几零 对不对 他就说 这一零的公民投票 叫做公投 简称 这个零的公民投票 比如说是绿色的 然后这个里的公民投票 是粉红色的 这个区的公民投票 是 比如说是蓝色的 比如这样 那我们的市的投票 是什么颜色的 他说我们一天到晚 收到这些东西 我说然后你呢 他说我们这里的人 就看了以后 没意见就丢掉 就是你可以不要就投 因为不要投 也表示你的意见 就我不投 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的意思就是 我接受大家的意见 结果呢 比如说 因投票的人 有一千人 有八百多个人放弃 就剩下一百多个人 有意见 对吗 那一百多个人 有意见呢 就是七十八 比六十四 那就是七十八赢 整个一千人 就是七十八 决定了一切 这就是他们 他说 这在我们这里很正常 我说那你不会觉得 很奇怪吗 他说因为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说 无关乎重要 我说怎么会 无关乎重要呢 我问你们 立法委员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吧 市长重要不重要 总统呢 我们觉得很重要 可是他们觉得OK了 因为我们的基本状况 已经稳定 可是 这就是一种 民主的一个过程 其实 选举 注意听啊 选举 是基于不信任 人性 所产生的制度 我们可能误会了 我们以为说 我去投票的时候呢 我比较信任 李非方 所以我就投他 其实不是 他是我不信任 你们其他的人 相对于他 我不得不选他 你这样听得懂吗 他是基于不信任 他不是基于信任 他是基于不信任 而产生的制度 也是地上的政府 所必须面对 所谓必要的恶 他是Evil 他是必要的恶 他是一定要的恶 你说为什么恶一定要呢 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我只好这样啊 没几年改选一次 一方面是基于民主的 民主的需要了 表明主权在民 因为比如说我们台湾 这个民主国家 他就主权在民 他话一定要这样讲 主权在民 但另外一方面 他是让老百姓 用选票的压力 来监督政府 来监督民意代表 来监督那些 我们不相信的人 他意思是说 我今天投给叶光州 我看你三年 两年 四年做的表现 最后呢 我就觉得 你这个人讲的 跟你做的不一样 我下次就投给 这个蔡红昌了 他是基于不信任 他不是基于信任 因为如果基于信任的话 你一投你就 一直永远投他了嘛 因为你基于信任嘛 他其实是基于不信任 既然地上的政府活动 那我们基督徒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是入室的信仰 我们是参与在 这个世界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 该怎么样来看 政治这件事呢 到底圣经上 对于地上的政治 或地上的政府 我们基督徒的立场 是什么呢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其实没有离群而所居 我们既然是入室 所以我们就要 参与这个世界 对吗 可是我今天要从 圣经上 两千年以前 所发生的一个事件 一个政治事件 一个政治事件 来看 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一个地区 在一个政治实体 或在一个国家 或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如何参与政治呢 什么叫做政治 政治就是众人的事 是大家的事 我们选了哪一段呢 我们选了主耶稣被审问的过程 来看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政治 怎么样面对当代的政治 事实上 耶稣基督被审判 当然是一个政治事件 当然是一个政治事件 是一个关乎当代群众的事件 就是耶稣基督到底 是犹太人的王 是神的儿子 他可以带领我们 那是犹太地区 或者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的结果是 因为这个人太讨厌了 所以呢 就把他弄死 那这是个政治事件 不仅如此 审判耶稣基督 是一个关乎全世界人类的事件 所以这是个政治 那我选择这一段 我真的是很感恩 因为当我把这一段弄清楚之后 我再一次确定 我尽我的义务 其他的责任都不在我身上 我只有做我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我就管不上了 那今天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这段圣经改变我很多很多的观点 跟看法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接受 我们慢慢来思想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我来读单数节 我们要从18到33节 18章33到19章16节 这一段圣经其实蛮好念 因为他的故事是一个 非常引人入圣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 叫耶稣来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彼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 把你交给我 你做了什么事呢 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彼拉多说 这里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有不出来到犹太人吗 但你们有个规矩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玉月节要我给你们 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又挨近他 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来 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纸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又挨近衙门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 那人罪更重了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欢迎自己为王的 就是被叛凯撒了 彼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话叫厄巴达 就在那里坐堂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那由于我研究这段圣经 除了几十年的经验以外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 专门研究这一段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真的把这段圣经 弄清楚之后 你会发觉 人真是很 人真是一个 把那个人性描写得 非常的清楚 这里面每一个词 他们的对话的词 都非常的犀利 你已经找不到 在这个政治界 能够讲话这么精准的 大家都是乱掺水 但是这里呢 都完全没有掺水 每一句对话 都要置对方于死地 我们要从耶稣被审问的 过程来看 看什么呢 面对地上的政治 基于圣经 我们应该有的看法 2000年来 基督教 或者我们说广义的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 还有基督教 我们新教 我们对政治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是主张 要involve在政治里面 但大部分的 都主张政教分离 那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圣经里面 对于政教 有一定的说法 当然天主教统治了 这个欧洲的几个世纪里面 他们都是政教合一的 甚至政教某种程度的分离 教还在政治上 但是自从人文主义兴起 整个分开来之后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大概都主张 政教分离 因为这样 其实不会造成更多的困扰 反而更好 那么对于地上的政治 基于圣经 我们应该有 怎么样的看法呢 第一点 在人本性跟罪性的层次 人怎么决定事情呢 人决定是取决于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 在这一段圣经 我们发现 面对地上的政治 无论是独裁政治 我刚才讲民主 是因为台湾采取民主政治 至于民主政治比较好 独裁政治比较好 根本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也有独裁的状况 但刚才的这个状况 一半民主 一半独裁 就是神问耶稣的时候 是一半民主 一半独裁 所以无论地上是独裁政治 或者是民主政治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特别的意见 因为独裁政治之下 有它一定的优点跟缺点 民主政治也是这样 当然各有利弊 我们不管 但是政治这件事情 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人 我们每天都下很多决定 对吗 今天中午要吃面还是吃饭 取决于教会 因为教会会买好 对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不吃这里的 因为你会走掉 是不是 你一到那边一看 这个今天不喜欢我就走了 或者你也不是这样 因为你跟别人约好吃饭了 所以你就走了 你可以做很多的决定 今天身体这么不舒服 我是决定去上班 还是不去上班呢 是打个电话给老板说 我真的不行 今天上班 还是说我咬着牙 我就去上班 孩子这么不乖 我是决定处罚他 还是不处罚他呢 你知道这个是所有父母 在孩子小的时候 每天要矛盾跟挣扎的 对不对 下礼拜二 同事大家约了 晚上要去应酬 我是决定去呢 或者是拒绝呢 我们每天都下很多很多的决定 人的决定 有的时候非常重要 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例如结婚的对象 这个影响到你一生 俗话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对吗 可是 有的时候 我们的决定影响也不大 怎么决定都还好啊 比如等一下去吃 就那个店里面 看了半天 是排骨面还牛肉面呢 你猜我怎么选的 我选的方法都最简单 跟我太太说 随便 你点什么 我吃什么 你知道吗 我永远都是这样 因为这种决定 太伤脑筋对我 我是真的 知不知道吃什么 我打开来之后 一片昏花 不知道要吃什么 你问我吃什么 放在桌上的我就吃 我刚刚开始在临森南路 教会给我自己选秘书 我选了一个秘书之后 他就来上班 上班的时候 他每天中午都会来问我说 李长老你吃什么 他刚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随便 他就说你这个随便 让我很辛苦 我说不 你让我决定我也很辛苦 那我辛苦还不如你辛苦 对不对 因为做老板都这样做嘛 就你辛苦 后来有的时候他就说 哎呀 后来我就说 你到冰箱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人家不吃的 吃剩的 他不要的 你就把我弄热的给我吃 他跟我说 你说真的还说假的 我就说真的 后来他发现 我说的是真的 因为他给我摆上来 我从来都不问 我就吃了 每一个人有 他要决定的事情 有的很重要 有的不重要 我就认为这个不重要 所以我随便都好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我这样吧 对不对 有的人吃东西 就是很重要啊 你不能说 我觉得不重要 这一件事情就不重要啊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人到底怎么做决定呢 人到底怎么做决定呢 如果面对一个重大 影响我们的事件 我们怎么做决定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 比拉多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要不要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告诉你 他后来没有根据法律 他是根据利害关系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 人本性 罪性的层次 人的决定取决于利害关系 我现在先不讲法律 因为法律也有很多 可以讲究的 我就不想讲这件事情 亲爱弟兄姐妹 比拉多是当时负责 犹太地区的巡抚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罗马派驻管理 犹大地区的政府官员 也就是他是罗马皇帝 派他管这个地方的政府官员 当他碰到犹太人 把耶稣送到他面前来的时候 他必须做一个判断 他必须决定是 照犹太人的看法 惩罚耶稣 或者照他自己原先的判断 释放耶稣呢 其实比拉多是在两难之间 因为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 当他和耶稣对话的时候 他发现他没有把握 那些犹太人所说的是罪的 是对的 他没办法说耶稣是有罪的 他没办法 他找不到原因 他找不到他们 他们也没有提出证据 那些证据对他来说 也不构成实质的证据 所以他很为难 来我们来看37到39节 37到39节 这样好不好 我来念给你们听 因为我念有那个戏剧性 你们只要看就好了 比拉多就对他说 对耶稣说这样 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 说了真话 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逾越节 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 这一段是讲到 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 其实他们已经告了 耶稣很多很多的事实 跟他们以为的证据 可是比拉多就是 没有办法从他们 所提出来的事实跟证据 形成他的心证 形成说这个人是应该判死刑的 比拉多不仅查不出 耶稣有什么罪来 他其实也不敢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巡抚 他乱来 迟早会得到报应 对吗 而罗马皇帝不是简单的 你要知道凯撒罗马皇帝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你乱弄 他会找你的麻烦的 他是你的主管 而且在马太福音 27章19节那里有记载一件事情 就是比拉多的夫人 特别告诉比拉多 说耶稣那个是个义人 你不要判耶稣有罪 因为外面已经闹哄哄了 就要把耶稣送过来了 所以比拉多要出去以前 他太太先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判耶稣有罪 那些人是乱搞的 耶稣是个义人 所以对比拉多而言 他的心中 除了他太太以外 他一直找不到他的罪 他是要释放耶稣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19章12节 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就是 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罗马的兵丁 其实罗马的兵丁是帮忙的 真正的是那些犹太人 祭司长文士 就把他抓去钉在十字架上面 可是就等于是比拉多同意了 就把兵给他 可是他自己不去 他还把手洗了 后来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比拉多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 比拉多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 我告诉各位厉害关系 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 比拉多的决定是因为 他顾念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可能大家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有历史的背景 第十九章十二节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十二章 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第二个关键 我们念完我再告诉你们 这个到底是怎么搞的 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说 请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我把那个背景跟你们讲 你们就知道这些话的厉害性 厉害性 比拉多最后为什么就下定决心 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耶稣被称为犹太人的王 大家都说 他是犹太人的王 而犹太地区 现在是在罗马皇帝的控制之下 然后巡抚就是比拉多 那听得懂吗 那比拉多有一个责任 比拉多要维持犹大这个地区的安稳 这个叫做维稳 对吗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动乱 你就没办法保护罗马帝国的政权 所以凯撒 叫巡抚比拉多去看这个地方 是这样子不能闹起来的 如果有人擅自称王 他称王 那就抵触了比拉多了 因为比拉多是巡抚这样对吗 比拉多是巡抚 那如果比拉多不处理他 那就是等于有人大闹 闹称自己是王 比如说我们台湾 屏东出现一个说 我才是总统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你政府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压下去嘛 所以比拉多如果不处理 的确造成比拉多巡抚的压力 这些人把他送去的时候呢 就跟他说 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可是比拉多就说 他不是犹太人的王 是你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嘛 他已经进去跟他聊了 聊的时候 其实耶稣是很轻松的说 我没说我是王 是你说我是王 你说我是王 我就是王了嘛 因为你是老大嘛 你听懂他的意思吗 你是老大 你说我是王 我就是王了嘛 但是其实他也暗示说 我就是王 可是我不是犹大地区的王 我不是犹太人的王 我是全世界的王 这是你不了解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你不了解我在说什么 他说我有的是真理 我的真理我为此而生 所以他讲话 比拉多其实就知道说 他不是王啦 他不是犹太人的王 这些犹太人送他到比拉多面前 是有个目的 他们要把他弄死 后来他们就发觉 这个比拉多呢 有点矛盾的时候呢 他十二节啊 比拉多就要放掉他 放掉他说无奈 什么叫做无奈呢 因为犹太人喊着说 你如果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诚 这句话厉害不厉害 你听得懂吗 他说凡以自己为王 就是背叛凯撒了 他说其实耶稣是背叛凯撒 你有资格处理他 你不处理他 你就是同意他背叛 你同意他背叛 你就是纵容他 那么你就是没有好好地做 凯撒的忠诚 如果是凯撒的忠诚 你就应该判他死刑 后来比拉多又进去弄了半天 又出来 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面 比拉多的时候问他们一句话 因为你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是你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然后他就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说 犹太人的王是你们送来的 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你们也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盯在十字架上吗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人嘛 你们内部有王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就做你们的王嘛 你们就是 你知道 祭司长竟然说 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犹太人长期不接受罗马人的 控制 犹太人不得已 头低着 可是绝对不会说凯撒是王 他打死不说这句话 可是为了要逼迫比拉多做决定 他就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那你呢 听得懂吗 他前面已经将军已经抽了皇后 抽了鞠了 结果他散开来 他又将军 你非做决定不可 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他说犹太人的王是你们的 你要我盯你们的王是死罪吗 他说没有王 我们没有王啊 你不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王就是凯撒啊 所以逼得他没办法 他只好把他盯在十字架上面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犹太人 或者是说这些法利赛人 祭司长 他们利用比拉多的人性 紧紧抓住比拉多的弱点 因为他看中自己的政治前途 所以比拉多下这个决定 完全是利害关系 比拉多并不是没有努力 想让耶稣脱离死罪 可是碰到他利害关系的时候 他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 请注意听这一句话 一个人并不是不知道真正的是什么 可是面对自己利害关系的时候 他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 他其实查不出耶稣有罪 却判了耶稣死刑 事实上耶稣即使他亲口说 他是犹太人的王 他也不会构成死罪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 听得懂吗 你说你是王关我什么事啊 你又没有闹成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耶稣你可能是疯子 所以你说你是王 你也只是夸口说你是王嘛 对我们犹太人 这个地区 对我是比拉多 我管这个地区 你没有闹成什么大事 可是比拉多不愿意 多花时间解决这个难题了 因为他被将军了 因为连这里的人都说 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你知道这句话 传来传去会传到凯撒的耳朵 对不对 可见你们这些人都不够诡诈 我看那个点头的都是属于高管 才会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你怕什么 你不是怕事实 你是怕上面误解 Am I right? 你怎么会怕事实呢 事实可以掩盖 事实可以扭曲 可是你怕上面的那个人误会 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是 杀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因此他为了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就是这个犹太人 这么多人过来 他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 他也可以经得起罗马皇帝的怀疑了 因为错杀一百 好过错放一人 对吗 所以彼拉多决定 把耶稣钉十字架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就是利害关系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政治 都是如此 不只是地上的政治 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送这个 耶稣到彼拉多面前的 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为什么决定 把耶稣送到彼拉多那里去 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 我告诉你 那也是利害关系 那是因为利害关系 因为在施洗约翰和耶稣 出来以前几百年来 至少三四百年 两三百年了 法利赛人 祭司长文士 是犹太人的民间的领袖 他是有身份有地位的 他们讲话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是不仅约翰出来的时候 指责他们 耶稣来更是找麻烦 责备他们 抵挡他们 指责他们 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 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理外不一 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这些法利赛人 长老 祭司长文士 有些跟罗马政府有勾结的 所以他的地位 其实很稳定 他欺负自己的百姓 有一些为了自己的私利 做出不该做的事情 另外有一些祭司长文士 他们自命清高 不屑跟其他人来往 可是耶稣这个家伙 叫做家伙 你听得懂吗 来的时候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你不知道我们文士 法利赛人 长老 祭司长 我们在这边 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 我们已经 我们是大鲸鱼 你是小虾米 你有问题吗 你要跟我们斗什么斗啊 圣经上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是 他们就嫉妒耶稣 因为老百姓慢慢慢慢的 就有倾向他 所以他们要除掉他 简单来说 他们为什么要除掉 耶稣基督呢 就是厉害关系 就是厉害关系 耶稣一直在讲一些事情 耶稣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使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名声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他们就下了决定 把耶稣弄死 其实按着人的本性 罪性 我们人的决定 是取决于厉害关系的 你不只是政治上的变化 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政治人物 永远为了自己的利益 操纵别人 操弄资料 十分常有 不是只有台湾 我告诉你 全世界各地都一样 我因为一年要去十几个国家 我到那里面问问老百姓 想讲讲他们的政治 你知道最近那个法国总统 又很不稳了 对不对 那马上要跛脚了 因为投票一筹出来 这个议会就马上就分成 分成这个 他就变成 也是跟台湾一样 就是 什么 有一句话叫做 朝大 也小 朝大也小是很难处理事情的 很难处理事情的 朝 朝小 也大 OK 好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我告诉各位 这政治人物 在操弄资料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 他们有多厉害 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传述 我们怎么报导 取决这件事情 跟我们的厉害关系 我们怎么讲话 都是为了厉害关系 很早人说 我磨着良心 说实话 我们常常是 磨着良心 继续说谎话 我没有要怪这些政治人物 我要反省的事情 是我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 当我选择做决定的时候 我根据什么 我告诉各位一个 在这边讲过 应该一次或两次 我1982年到1989年 在立法院工作 我是在立法院工作 是最靠近立法院院长的那个位置 他旁边空一个位置 他旁边那边坐的是 应该就立法院叫秘书长 秘书长坐那边 然后院长 空一个位置 然后下来我们这边 这边就是我的supervisor 再来就是我 我是做新闻式的记录编撰 如果你对台湾政治稍微了解 1982年到1989年 是党外变成民进党的时候 民进党成立在1986年 所以我在1982到1989 在那边做记录 看到好多的事情 那个时候最有名的 在我这个年龄都知道 有个叫做朱高正 对吗 哇 他那个力量 他的身体好 他可以跳到台上去 从后来后来 立法院改那个议场的时候 你再也跳不上去了 因为那个台子这么高 以前是这么高 他这样一跳上去 手一撑 他就站到台上去了 很厉害 我在那边当 他一个人就可以 大闹立法院的议场 那几年我在议场当中 担任新闻式的记录 有一次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是朱高正跳到主席台上面 拉了当天的主席 应该他那时候还是副院长 拉了他 然后你看我用词都很谨慎 我说拉了他 他们两个就这样这样这样 第二天立法院院长 把衣服拉开来 不是 那天的议长 把他拉开来 这里贴萨隆巴斯 就说他被他拉伤了 这样子 OK 那天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立法院很乱了 所以所有的记者 原先可以就近拍 你知道吗 后来就把他退 一直退一退 退到后面拍 后面拍还没关系 二楼是用压克力做起来的 所以你要用大炮 才能够看到 那个异常的里面的状态 因为那个异常很大 可是你知道大炮有一个麻烦 就是那个他的 叫个颈身 有的时候不会很清楚 听得懂颈身吗 听得懂颈身吗 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一天 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 然后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看到朱高正跳上来怎么样 然后我旁边坐的是 我的那个supervisor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聚会结束 那个散会了 那我就到我的新闻 叫新闻师去写稿 写稿 写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写稿不能写 发生什么事 不能写 我们只能写谁说了什么 谁说了什么 所以为什么立法院的麦克风 这么重要 因为没进麦克风的声音 一律不列入记录 所以你知道 要打人之前 一定要先把麦克风消音 消音的方法就是扯掉 你知道吗 那这样就可以打人了 打人了不能做记录 不能做记录 所以即使打人 你就记录不进去嘛 记录不进去就 那天就进 然后大家结束了 我就拿了我的录音机 然后就到那边去写 你知道我们是一张 非常大的桌子 你知道吗 可以坐十几个人 我就缩在一角写 然后所有的记者 都在旁边写 都在旁边写 大家写 然后我不讲什么报儿 有一个报的记者 就写了一半 就站起来看对方 就看对方 就说你为什么写 朱高正殴打流阔财呢 你为什么写 朱高正殴打流阔财呢 他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写呢 你看到了吗 他就问他 那个人抬起头来跟他说 我不知道朱高正 有没有殴打流阔财 可是等一下我回去之后 我拿给我主编的时候 我的主编无论我怎么写 他会把标题改成 朱高正殴打流阔财 所以与其我回去 被他改成 朱高正殴打流阔财 那不如我现在就写 因为我服务的报社 是这样的立场 这样听得懂吗 然后呢 他也不甘示录 他就站起来看他说 那你怎么写 就这样 然后呢 他们也就在那边讲话 就有一个记者说 可惜我不是什么报的 不然我就写 朱高正 制止流阔财 哎呀 你们的文学又不好 法律又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叫做朱高正 制止流阔财 那就表示谁对谁错啊 流阔财错嘛 对不对 朱高正对 他叫做制止嘛 那如果是殴打呢 就是朱高正错嘛 因为你不能打人嘛 那 就他们写 然后就有一个 就写 你知道吗 第二天 有十八种刊物出来 我们那个新闻室的主任 你知道我们 因为你知道 我们是工作人员嘛 工作人员 专门都是在看笑话的嘛 写了一半 他们就问我说 李先生 就跟我说 李先生 李先生 他说你今天坐在运长的后面 你看到什么 他说你讲 然后他们几个就跟我说 我们绝对不会讲出去 你就说 然后我们就写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讲出去 说是你说的 我说我才不会告诉你呢 我说他不会告诉你呢 我说我看到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 他说没关系 你绝对不会 我们绝对不会说是你 我说当然了 你绝对不会说是我啊 对不对 你会说 据靠近院长的工作人员说 或据当时最靠近院长的人说 对不对 那么一算就算出几个人了嘛 是不是 那我就说 如果我说 我就问他们 我当场就问他们 我说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朱高正 制止流阔财 我说 我如果说 朱高正是制止流阔财 朱高正没有打他 这个 朱高正没有打他 流阔财是 自己做不对 然后朱高正没有打他 我问他们说 你觉得 我性命保得住吗 然后他们就笑了 我说 那如果倒过来 我说 朱高正 打了 流阔财 你觉得我活得下去吗 我告诉你 我两个都活不下去 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所以我就一直 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出去 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 你听得懂吗 你们要不要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我要把这个东西 带到棺材里面去 我才不要告诉你 事实是什么呢 因为我讲的事实 你觉得你会相信吗 不会 你不会 因为我有我的利害关系 这样听得懂吗 那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呢 念一遍 在本性罪性的层次 李健决定要不要告诉你们 是取决于 我有我的利害关系 我为了我的生命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知道我们做决定 都是为了利害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缘故 我告诉你真相 你是很难查出来的 我在立法院了几年 给我知道一件事情 你不要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 那个时候那些人都在里面 那些最有名的那些都在里面 你知道那有一次 有一个委员 叫什么名字 拿起水来往李庆安脸上一泼 李庆安立刻的回答说 你知道吗 他没有生气 他竟然回答说 你做这个动作对得起我的选民吗 你们这些人都不懂政治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厉害吗 就是说你这样泼水 泼在我脸上 你对得起我的选民吗 他没有说你怎么可以把水 泼在我的脸上 我的脸 他不是说我的脸 他说我的选民 那都是政治语言 那非常的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 我在那边看了好多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 请各位不要花时间 看你们的政论节目了好吗 我求求你们 真的不要再看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对你的同仇敌忾 就是同温城而已 你再怎么看 你不会看某台 你只会看某台 我讲讲对吗 因为你要强化你自己的观念 所以你就会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他就喂你一直吃 我会告诉你两边的答案 都是选过的 不要花力气 如果你还有力气 多读一点圣经 那个长老们 我们可以以后 每天都读五章圣经吗 不要一周只读五章圣经 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 在这些 我告诉你 根据利害关系 而找来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面对 有选择必要的时候 请你注意听 有选择必要的时候 不一定是政治 我们都是用利害关系 在处理的 面对地上的政治 我们不可以有太高度的期待 以为我们可以找到真理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透过选举多数的一方 就一定站在真理的一方 没有 没有 我们只能说 因为是多数 所以我们忍耐多数 这样可以吗 大家讲服从多数 我看不出来 不要说台湾 全世界的人 没有在服从多数的 只是忍耐多数 因为我要等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这是地上的政治 不过没关系 不管谁执政 过几年我们可以再投票 对不对 你就好了嘛 第一 第二 第二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来看到第二件事情 在心理层次 在理论的层次 在理智的层次 人的判断取决于 取决于原先的认知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 就是那些跟着祭司长 文士 差异 法利赛人 一起要治耶稣基督 于死地的一些老百姓 就是犹太人 我告诉你 这些犹太人 其实没有厉害关系 对吗 有厉害关系的人是 比达多 有厉害关系的人是 祭司长 文士 长老 这个 法利赛人 他们没有厉害关系 他们原先也没有想要 治耶稣基督 于死地 可是为什么到最后 他们也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我告诉各位 这是因为从心理的层次 理智的层次 人的判断 人的判断 会取决于原先的认知 你的认知是什么 我们来读这几节 我觉得圣经实在太棒了 我每次读完圣经 然后写成讲章之后 我都跟别人说 特别是跟邱华说 我说 我发现我改变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的东西 跟我原先想的不太一样 我们来读这段圣经 十二 十五 十六 我读十二 你们读十五 十六好了 从此 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反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那天除了祭司长和民间的首领之外 还有一群犹太人 这群犹太人最后也加入了这个审判的行动 耶稣被挂在十架上面 有两个理由 政治上的理由 就是祂是犹太人的王 政治上的理由 政治上的理由 犹太人的王 可是宗教上的理由 是祂说祂是神的儿子 宗教上的理由 耶稣在许多的场合 表现出祂的从上头来的奇怪的一个权柄 就当时而言 人是不可以说我是神 或我是神的儿子 或说我是神的什么 他不太能够说 我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犹太人上千年来他们被教育 除了神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是不是十届 第一届或第二届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所以不仅十届规定 律法要求 历世历代 他们讲到神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恭敬 他们知道将来要来个弥赛亚 他们将来个弥赛亚 可是这个弥赛亚 是他们从旧约圣经看到 以及他们一直传言说 会有一个弥赛亚 会有一个弥赛亚 弥赛亚是救拯救他们的人 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四五百年 被外国人统治 而且换来换去 从巴比伦 然后就是马代 就是波斯 然后希腊 就几百年之间换到罗马 他们已经换了五个弥族 统治他们 而且每个弥族统治他们 他们都受尽了弥族的欺凌 而且他们被欺压的时候 因为你是你知道吗 亡国奴 所以他们就很痛苦 他们就有个期望 说弥赛亚要来 他们一直在等 说他们悔改了 弥赛亚要来 他们悔改了 弥赛亚要来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这个 可是耶稣出来之后 他多次暗示自己 就是要来的弥赛亚 他说我就是要来的 我就是要来的 甚至对于门徒 他是直接说 我就是弥赛亚 我就是弥赛亚 可是这个弥赛亚还好 可是当耶稣讲到 我跟神有相当亲密关系的时候 这个就是犯了犯了犹太人的禁忌 耶稣如果说我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他说我是从神来的 这个有两个解释 从神来的有两个解释 是神设立我 对不对 神设立我 也叫做我是从神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是真的从神的你来 这两个一样不一样 这不一样 可是耶稣显然越讲越说 他不是神设立的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那你从神那里来的 那你就是跟神 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有一次耶稣讲了一个 非常不该讲的话 从当时的人来看 就是你知道摩西 当时神呼召在旷野 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跟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好歹我去给西伯来人介绍 说你叫什么名字 这样他们才知道 我真的碰到你了嘛 那旧约圣经记载 耶和华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那是翻译 其实因为很难翻 所以他翻我是自有拥有的 那也对 可是真正的翻译是 耶和华神说 我的名字叫做 我是I am 我的名字叫做I am 我的名字叫做 我是这样子 然后呢 摩西就跑去 跟以色列人说 我碰到一个神 就是我们的神 他的名字叫做 他是 他不敢说我是 你听得懂吗 因为耶稣说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那所以你就去告诉别人说 他的名字叫他是 这样明白吗 你要知道 耶和华这个词 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名字叫做我是 你知道我是是什么意思吗 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 神就是什么了 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 他就是安慰 当我们孤单的时候 神就是陪伴着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他就是医治 当我们伤心的时候 他就是安慰 所以耶和华这个词 是有特殊的含义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词是不能被用的 就是在犹太当中 不可以说我是 可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曾经三次对别人说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所以第八章的结束 那些人就开始拿石头 要打耶稣了 说你不可以叫你是 耶稣渐渐地说 我是神的儿子 以后犹太人就生气了 那为什么生气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 到底根据什么资料呢 就是根据我们原先的认知 根据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一点一滴被放进我们思想的 放进我们理智的 放进我们记忆的 耶稣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 犹太人请你这样想 那绝对不可以的 他不可以是神的儿子 他可以是先知 可以是祭司 可以是君王 就是不可以是神的儿子 这样听得懂吗 犹太人从小的观念就是 你不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 我告诉各位即便我们活在当代 你也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我们原先的认知就是这样 所以犹太人最后会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他在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应该被弄死 只是现在可能不能再用石头 把他打死了 因为还有巡抚在 所以把他送到巡抚那里去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犹太人他们之所以想要 把耶稣弄死是这个原因 来 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 心理学的名词叫做 perception is reality perception is reality 就是到底我们看一个东西 怎么看的呢 是根据我们里面的东西 投射出来的 我们看一个东西怎么看呢 是我们里面投射出来的 因此当我们讲话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把我们内心的状况 讲出来 除非你很厉害 否则你很难 不把你内心的话讲出来 因为什么是perception呢 就是你原先的认知 你以为事情是这样 当一个事情我们无知 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无法查明真相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认知 我们里面的想法 就是真实的 就是真实的 可是我们里面的认知 跟真实的状况 有没有距离的 有没有 我突然看到医生 我就想问医生 医生最怕哪种病人 你听得懂吗 医生怕两种病人 医生不怕我这种病人 我告诉你 我多听Brian的话 我多听他的话 我在国外每次打电话给他 他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他 我这种也是一种盲虫 but perception is reality 你知道吗 我假设他会医我的病 所以我就变成真实的 我就相信他了 医生怕两种人 一种就是没有病 硬要说自己有病的 有没有 然后叫医生给他开药 那这种还好对付 就是你开给他一个 没有作用的药 让他吃就好了嘛 有一种是有病的 你硬说自己没病 我告诉你 医生是没责 就是有病的 你硬说自己没病 医生没责 perception is reality 对你而言 什么是最真实的 就是你里面的东西 是最真实的 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 可以摆脱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里面的资料 就真的形成了 我们真的这样相信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的资料 都是被堆砌的 我们里面都是被别人 告诉我们的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知道多少东西 如同我也不要告诉你 我知道多少东西 我们都是perception造成的 那这个还不牵涉到 医学的大脑的部分 我现在还不去处理 这个部分 我现在只处理心理层次 理智层次 弟兄姐妹 你觉得有没有 在你里面的一个认知 不是别人放进去的 我的问题清楚吗 你觉得有没有 在你里面的一个认知 不是别人放进去的 我告诉你没有 你觉得你小时候 可爱不可爱 那是取决于你 妈妈告诉你可爱 你阿姨告诉你可爱 所以你就觉得你很可爱了 其实你从小一点都不可爱 听到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别人放进去的 你知道我最近有两次 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因为我上次也讲了嘛 我25岁的时候 我的日文非常好 我可以直接跟日本人讲话 我也可以看电视 不看字幕 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要知道日文不容易 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它有太多的外来语 所以它会一直变 一直变一直变 它只要用那个 卡塔卡那写的 就是他外来语 外来语是很麻烦的 因为日本的外来语 是从德文来 从英文来 从意大利人来 他们想用什么语文 一变成日文 就变成日文了 所以你简直快疯了 我从25岁到65岁 没有再碰过日文 因为不需要了 所以我日文就真的听不懂 可是我这次到日本去的时候 才没有两三天 我就听了懂了 我耳朵突然听懂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字本来就会在里面的 只是你疯掉了 你知道吗 后来把它打开来 那最近一次是6月16号 我到客家神学院去讲毕业典礼 我刚去的时候 因为很多客家人 他们现在已经有客家语的赞美诗歌了 昨天听说 昨天是什么讲 晚上颁奖是什么讲 金曲奖是不是 有一个人是不是出来唱客家话的歌 就是我特别点进去是因为 我喜欢看那个疯疯癫癫的张秀卿 张秀卿前面唱的就是客家话 张秀卿唱 不错 光之后我们教会弟兄里面 不太常看电视也不错 张秀卿唱台语 然后那个人唱客家话 你知道吗 我那天去的时候 我刚刚进去的时候 他们讲客家话的时候 我不太适应 可是后来我就适应了 而且我还夸口说 下次我来你们当中讲道 我要用客家话讲道 就把一个老外 那个老外会讲客家话的 跑过来说 真的还假的 他说你下次来的时候 你用客家话讲道 他说我从头到尾 帮你读圣经 用客家话读圣经 你要知道用客家话读圣经 比客家话讲道还难 因为读圣经是更难的事情 为什么我有这些东西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听过客家话 我怎么讲你都听不懂的 因为你就没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我在说方言 but I am not 我是在说客家话 因为这个缘故 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的perception 会影响到 就是我们原先的认知 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来 下面讲一个网路的笑话 应该用英文讲 但是呢 我想把我尽可能翻成中文的 看看这样翻成能不能够 大家能够明白 有一个黑人跑去跟一个白人 黑人跑去跟一个白人 那是美国笑话 说 当我出生的时候 我是黑色的 I am black 当你出生的时候 你是粉红色的 You are pink 听得懂吗 你知道生出来的baby 不是pink吗 这是美国人都同意的 他们叫做baby 叫做pink 当我长大以后 我就变成黑人了 当你长大以后 你就变成白人了 当我在阳光下的时候 我是黑的 当你走在阳光下 不久你就变红了 对吗 一晒就红了吗 美国人一晒就红啊 当我感觉冷的时候 我还是黑人 我还是黑色的 当你冷的时候 你就变成blue 因为美国人说冻坏了 就会说 它是冻成蓝色 这也有道理的 黑人说 我受到惊吓 我还是黑色的 你受到惊吓 你的脸泛黄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不改黑人的本色 可是当你一生病 你就变成绿色的 green 当我寿终正寝 我仍然是黑色的 可是当你死的时候 你的脸变成gray 灰色的 既然如此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说 我是有色人种呢 我从来不是有色 我就是黑色 我没有色 我一直都是黑色 你才是有色人种的 你从pink变成white 变成gray 变成blue 你会变 我不变 可是我现在问你们 谁是有色人种 不就是我们吗 你知道吗 我们是有色人种 对不对 我问你黑人 是不是有色人种 印第安人 是不是有色人种 那谁不是有色人种呢 就是白人嘛 那我问你白色的白 是不是个颜色 难道它是透明 看不见的吗 它不是也是个色吗 可是 当我们今天说 有色人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所有人 都觉得我是有色人种 对吗 有一次我到 那个 美国那个check-in 那个行李的地方 我check-in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 Mr. Lee 他说你的行李 要送到那边去过scan 这边进去的人 因为我们里面scan的 机器坏掉了 所以你要拿到那边scan 我就说好 我就拿过去 拿拿拿 那我一个朋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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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国的 非常美国的 是一个女的 他在那边看 看了以后 还非常生气 他就跟对方说 你们discrimination 然后你知道这个字 在美国是非常的 敏感性的东西 他说我们没有 他说我看到了 所有American 而且是白人的时候 所有的行李 都直接进去了 你说你里面的scan的 机器坏掉了 所以你都进去了 可是这些color的 通通通要拿到那边去过 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吗 我就跟他说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可是因为那是很早期 我到那边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们那个x-ray很厉害 会把你的那个胶卷 你以前照相都有胶卷的 那胶卷 我们就把它丢在行李箱里面 他说你要挑出来 我就要挑十几个胶卷出来 这样我才可以去scan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不需要呢 白人为什么不需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变成有色人种 我们也认定自己是有色人种 我们认为黑人是有色人种 但是我们认为白人不是有色人种 哪里来的 Perception 原先的认知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我们的观念都是被灌进去的 为什么白人就不是有色人种呢 听得懂我在讲吗 这就是黑人 那个黑人在跟那个白人吵架的时候 他说的 他说你不可以说我是有色人种 你才是有色人种的 我就是黑人 但你是color的 你会变的 OK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一 在本性罪性的层次 人的决定是取决于利害关系 第二 在心理政治 那个理智的层次 人的判断是取决于原先认知 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可以告诉你 在永恒的国度的层次 人的行为就成就了神的工作 只有这个才是解答 最后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地上跟天上的不同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上的政治 我们可能伤心 我们可能痛心 我们可能灰心 我们可能生气 在永恒的天国里面 到底怎么看待呢 我告诉你 无论民主制度也好 或者是独裁政治也好 到底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怎么看待呢 从圣经上我们了解一件事情 短暂地上的对错 跟永恒天上的是非 有时间性的差异 时间性 地上短暂的对错 或者永恒天上的是非 有时间性的差异 你知道在这边 彼拉多的判断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来读 就要结束了 预备 请 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就听我的话 彼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说 我是王 但是我是天上的王 我为此来到世间 所以他是跟他说 我不是地上的王 你其实不需要判我死刑 我不是犹太人的王 我是天上的王 天上的王 不会处理你地上的事情 他是这个意思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来到世间 我是来给真理做见证的 听真理 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所以这就碰到真理的问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地上什么是真理 在地上什么真理 一般来说有两种真理 一种是自然科学的真理 一种是社会科学的真理 自然科学的真理 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人类绝对不会改变的 我们就是真理 比如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大概是真理 两点之间最近的是直线 这个大概是真理 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它都不会改变 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们放出四海皆准的 不改变的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真理 比如什么呢 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比如说这种 我们称为真理 但是我问你真的吗 那是时间的问题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 大概是量子力学 最厉害的人在当时 是中国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退休了 他说两岸三地 那个时候叫做两岸三地 那是200几年的时候 两岸三地 所有读量子力学的书 都是我写的 他说 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人 他就跟我讲 他说原来 他信耶稣了 那天他信耶稣了 他就跟我说 原来连我们的Axion 就是功力都是会改变的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难道不是这样吗 耶稣把水变成酒 我告诉你 这就是违反地上的 科学的真理 你没办法把水变成酒的 你去问化学 读化学的 他把五饼二鱼分给五千男丁 加上妇女孩子吃饱 你去问 这个是做不到的 他改变了真理 他使人死了复活 你去问医生 人真正死了几天后 就不会复活了 这都改变了我们认为 自然科学的真理 那请问真理是什么 另外就算有永远不改变的 难道就被人接受吗 没有啊 耶稣说我是从神来的 这个真理我们也不接受啊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地上短暂的对错 跟天上永恒的是非 是有时间性的差异 其实在永恒国度的层次 无论做什么事情 最后都成就了神的意 好奇怪 好奇怪 我问你 彼拉多把耶稣送上十字架 对还不对 不对的 因为他根据利害关系送的 所以是不对的 可是结果呢 就耶稣上了十字架了 这些犹太人做错一件事情 他根据自己的perception 原先的认知 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了 送完都怎么样呢 就对了 当代是不对的 可是永恒是对的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我从这个内 得到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我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做错过事情 有吧 如果做错事情 我们就把自己定了死罪 你其实不必 因为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 就是你做错了 你发现自己错了 神要的是我们 这个人一直的改变 一直的改变 一直的改变 这是时间的问题 你不可能今天信耶稣 你全部都做对 不会的 你放心 你们信主年日 像我这么久的不太多 圣经像我知道这么多的 不太多 你做错事情 跟我做错的事情 差距也不太多 你错多少 我大概也错多少 在无限的善面 在无限善 无限的善的神面前 我们的过错 都是死路一条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不是次数的问题 而是我们能不能调整的问题 我 因为我很早信耶稣 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不是因为 把所有的宣教士 所有的宗教都赶出 大陆 然后那个时候 就开始压迫基督徒 你知道那时候基督徒 我们在外面是多紧张 我九几年也进去里面 偷偷做了一些地下的工作 哇 我就心里想说 怎么办啊 这样子的统治之下 那基督徒会 将来都会没有掉 可是你知道吗 我进去上课 我简直被榨干了 什么要榨干了 我现在跟你们这样讲道 我都觉得你们有时候 蛮吃力的 就是要跟上我的精神 都蛮吃力的 我到中国大陆里面去讲道 我告诉你 他们那个 我是讲九几年的时候 你知道你去里面讲道 那些人的眼睛看着你 就是告诉你快一点 你讲得太简单了 我就是被他吸到 我十天浇下来 我也是exhausted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 他们就是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后来大陆开始算 那时候开始开放的时候 算有多少基督徒 你知道 那个时候大概十多亿一点点的人 他们的里面的信主的比例 已经到了百分之七 台湾那个时候 还永远是百分之三 人家 我们是自由地区 它是控制地区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对错 我现在没有说他们是对的 就是因为他们是错的 你听得懂吗 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对的 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对的 但是那个结果 确实完全不一样 因此我们不要怕对错 我一直告诉我们教徒里面 你不要怕对错 而且你永远不要用对错来看事情 你要说这件事情过了以后 我要怎么办 对 我要怎么办 对 如果带来骄傲 有什么意义 错 如果带来愿意改 意义有多好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此我们需要记得的是这个事情 在永恒的国度层次 人的行为成就了神的工作 彼拉多的厉害关系 这些犹太人的原先认知 把耶稣钉十字架 可是在永恒的里面 耶稣基督如果不钉十字架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希望 当然我不是鼓励你做错事情 当你认为那些事情是错的时候 你要避免 但如果你不小心 或者是你无知而做错事情 放过自己 最后我要讲的是今天 不仅放过自己 请放过别人 请放过别人 因为你要知道 他的层次没你那么高 你为什么要用你的层次去要求他 你放过别人 你用他应该被对待的方式 对待他 还有最后 因为我原来是讲政治 我就回到政治里面 基督徒不要对政治过于热衷 我告诉各位 我是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以前 后来我就发觉我上当了 我二十几岁就发觉我上当了 可是我仍然上当到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虽然我理智上告诉我 可是我实际上做不到 因为我的心有困难 一直到圣经的真理释放了我 就是他错了又怎么样呢 你听得懂吗 他错了又怎么样呢 这个政府错了又怎么样呢 我没有说不要监督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只是说 你没有必要拿一个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来气你自己 气到这个地步 不是你有什么收获 更何况你的这个生气 是建筑在perception上面的 是利害关系上面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些人讲一些话 是因为利害关系 你也不用生气 因为它有利害关系 听得懂吗 我这样讲还不懂 它有利害关系 所以你何必呢 你何必生气呢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真的还假 但是他很知道的 他说你以为双方都没有拿钱吗 你太可爱了 这样懂了吧 在台湾这样讲就懂了吧 你以为双方都没有拿钱吗 你太可爱了 那既然双方拿钱 我干嘛生气啊 你听得懂吗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人的行为会成就了神的工作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看到你被审 你的儿子被审判的过程 我们实在觉得不公不一 我们觉得人的自私的行为 利害关系 人的perception 人的原先的认知 真是害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转眼我们想 难道我们不就是彼拉多吗 我们做决定就是因为利害关系 我们下判断就是因为原先认知 但是求你恩待我们 我们既然知道是这样 我们尽量地做出我们以为的公正 虽然即便如此 它仍然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也因为这样 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良心 我们做我们良心要做的事 我们也来跟随你 我们也相信环境这样的转变 有它一定的规则 那是你要做的 我们相信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仰望你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宗教 在信仰生活当中越过越笃定 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们不被别人所谋蔽 也不被别人所欺骗 也不被别人所惹怒 求你帮助我们做好一个该做的事 听我们祷告祈求 我们现在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鼓励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